槟城丹荣武雅昨天早上的一场土崩夺走多条性命 事发后一度传出受害者共有15到20人 截至昨晚人数维持在14人 不过消整局今天修正了受害者人数 不幸遭掩埋的共有11人 另外三人在事发时及时逃出生天 他们分别是两名孟加拉人以及一名缅甸人 在罹难者方面当局昨天挖出三具遗体后 今天凌晨到早上十分陆续挖出另外四具遗体 当中包括印尼籍工友以及缅甸人 不成消整队行动组助理总监艾尔因 今早在记者会上也向媒体道歉 因为当局昨晚原本宣布天黑后就会停止搜救工作 不过因为昨晚的天气状况良好 加上有足够的强光 因此决定连夜挖土搜寻其他的受困者 本来的数字是14 但11个人是逃出的 但3个人是逃出的 所以它是14个人 但3个人已经逃出的 然后我们已经试图了 5个人是逃出的 如果没有动物的土地或水 但希望他们会在同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注重在5个人是逃出的 我们已经逃出了半个人 其他人还是被土地盖 所以我们正在试图 另外艾尔因也透露 当局目前已经向工地发展商 要求增加罗里以及挖土机 移走上千吨的泥土 加速搜救行动 萧整大队相信在今天傍晚之前 就能够完成所有的搜寻工作 我们已经 participant 不离开♡ 啥 你买明镜 30次 继续 瞧